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國瑜 又來到了長生電腦馬拉東購買店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來問老闆 我收到很多的私訊 我現在要買一張新的電腦馬拉東購買 究竟要買我們現在直播在用的這種 R8四口機 還是應該要買現在網路上討論度很高 討論度很高的這種過山車 就是上海很炫的那種過山車 因為其實價錢來說沒有差太多 但到底差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馬上來問一下老闆 就是現在很多人在尋找的過山車 過山車其實在台灣有很多的款式 所以大人車的時候呢 就是很多人買這台機器 為了就是不會掉牌子 假設我們今天把牌子換在這裡 甚至有籌碼在上面 我們在上海的時候 它不會掉到你的前面 因為它是用吹的上來 它會把它上面的衣衣往外推 叫它牌子就不會掉下去 這個真的掉下去 它真的完全不會卡住嗎 某個角度還是怎樣 除非它就上來的時候 它上到一半的時候 你再去故意去塞它 不然它正常的情況是這樣 它是掉不進去 這一台已經進了台灣大概兩年 經過很多的修改 它已經是幾乎是沒有問題的過山車 為什麼過山車我們賣得這麼貴 很多人是買大陸版本的過山車 再去經過修改的 他們通常是用三六桌面 三六桌面這個桌面會比原來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這個桌面小 大概五公分 不是 如果用這麼大的牌打16張的話 大概它的牌牌會到多少 這樣多就太小對不對 他們從大陸買做大牌的麻將機 去改它的軌道 那改它的軌道有很多種方式 比如說用黏的 甚至用鎖的 就是從它軌道把它改小 那這台機器是全部由台灣人出資去開模 因為台灣的牌 把台灣的尺寸的桌面 一定要台灣自己開模 牌一直推一直推 因為有的會 甚至用黏膠它會脫落 它這機器就開始產生故障 它的軌道角色是四二牌用的 我們這是三六牌 那它就比較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 那個牌就會搖搖搖搖搖 上來就會不整齊 那為什麼很多人賣 兩萬多三萬塊左右的過山車 那個通通都是大陸版本 大陸版本它不需要更改任何東西 就拿來台灣賣 所以基本上它價格就會比較低 客人比較不容易分辨 因為可能賣的人他也不會告訴你 那我相信找有品牌的店家去購買 是對你來講最有寶藏的 前鋒必試的過山車 那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種 很多種上海的方式 這個是用鋼絲的方式去拉這個牌 那還有一種是叫做齒輪式的 齒輪式的就是很像腳踏車的方式 那現在很多人看到 也許在看到有四個輪盤 四個輪盤現在有很多 大廠也在做小廠也在做 那一部分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暫時不接觸它 四家公司做的東西是糧又不洗 所以基本上我們不去碰住它 因為我們明年要開發的東西 是跟大家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走鐘錶齒輪的方式 它是以長期性的時間 讓這個DT可以更耐用的方式 去做這個亂程 所以這不是你說的鐘錶齒輪 對對對 鐘錶齒輪我們現在目前還在測試 所以明年會推出的就是 比這個鋼絲的方式還要再更好的一個 對對對 那這個鋼絲的有什麼缺點嗎 或是以後缺點嗎 鋼絲它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有的會因為鋼絲久的會斷 那目前我們現在已經調配了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機器已經調配到 基本上鋼絲在三四年以內 不可能會斷掉 在中國更早推出嘛 目前到三四年還沒有人斷鋼絲的情況 OK 本來因為有一些鋼絲經過很多次的 材質的一些調整 所以它現在鋼絲是很耐用的 了解 機器打開以後它裡面全部都是蓋起來的 蓋起來就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就是防塵 有一些我們打盤 有一些小東西或者小屑屑會掉進去 基本上不會掉到這個裡面 它只會掉到可能是這個大盤裡面 這個大盤它在下排的時候 通常我們在推牌的時候 會碰到這個鐵桿 那牌撞到它的時候 就不會像撞到金屎那麼大聲 所以它這樣蓋著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隔音的效果 對 當然有 這個廚師我們是做雙廚師的功能 第一個是它在洗牌的過程當中 它會用冷風去吹它 那如果這個效果達不到你的要求 或者這幾天剛好下雨 就潮濕 你可以下面還有一個熱風開關可以開 手動的 對 它一開 按動一次它就15分鐘自動關閉 如果你覺得已經乾了 你也可以再按一下它會停止 我們覺得之前的框是不夠漂亮 所以我們特別去開了這一套磨機 它是不是看起來有比較薄一點的 現在很多人在賣的超薄機 其實它很多都是在視解效果上面去產生的 你看這個地方它很薄 其實它是把這個機器往內包起來 所以這一個斜斜的 其實它這裡面也是機器的部分 但是很多人都誤導你說這個地方它很薄 但是事實上它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它沒有變薄 它只是看起來好像比較薄 對 就是因為我們用外框的方式 你把它修改機器 讓它看起來的效果比較更薄 這個如果跟R8比的話 這個還是比較厚一點 當然比較厚 外面很多人在推超薄 其實它都是假超薄 假超薄 用視解的效果讓你產生一個 它是超薄的感覺 這一台呢 R8我們現在直播正在使用的 只有馬上桌 這一台呢V12的過餐車款 這兩台的差別是什麼 這台機器它的薄度 大家如果說很仔細去看它 它是真正的超薄 它的機身是14公分 那這一台 就是我講的 一般外面很常誤導客人的假超薄 假超薄 14公分的機身是有21公分 足足差了7公分 厚度是21公分 因為它是假超薄嘛 這看起來好像到這裡 其實它斜下去到這裡 這應該是這樣嗎 R8呢 它也有做一個斜下去的 這個設計 所以照理來說 厚度應該是在這裡 差不多14公分 14公分 真的比較薄一點 外型上面不一樣 它的顯色上面也不一樣 這台R8我們目前有10個顏色 那這一台V12呢 目前我們只生產了一個顏色 就是黑色大黃色 R8最大的功能 它的全自動的熱廚師 目前台灣只有我們家在做 它會在你濕度超過70% 它自動啟動 你完全不用理它 那這一台 它是有兩個廚師工分 一個冷風 一個熱風 冷風是在洗牌的過程中 它自己啟動 熱風是你用手動 那這個也是客人的顯像之一 四口機 它其實它在做簡易的故障排除 不管是你掉籌碼 或者是掉一些東西進去 或者說你的軌道變形了 其實你在做調整的時候 很容易你自己就可以處理掉 不需要叫服務團隊去幫你處理 可能我再快的速度 三個小時到你家 正在打牌的人 它會覺得三個小時太久了 一樣是掉了一顆籌碼 這種四口機 它基本上籌碼 掉在一定會在路牌口 那過山車也有可能是在路牌口 但是萬一它如果跑到裡面的任何一個方面的話 因為它裡面做封閉式的 你必須要螺絲四顆全部打開 還找得到那個籌碼 四口機 你打開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所有的狀況 你不需要去特別去用動造螺絲去做這個處理 這一台我們目前定價是四萬兩千八 有包含四張椅子 它有兩個高級的茶椅 那這一張是四萬六千八 它比WiZ2的過山車貴了四千塊 好 那看完了這個過山車 馬上桌一般四口機的電車馬上桌 差異比較之後呢 是不是馬上就想要再買一台電路馬上桌放在家裡呢 我怎麼說在 那到底過年期間有沒有推出優惠活動呢 我們馬上請昌盛老闆來介紹這一次過年活動 現場抽紅包 馬上抽馬上 總共要送出800個紅包 假設我今天買了一張R8 然後就可以抽一個紅包這樣子 對 6800 喔這直接折6800 對 從800 一直到最高金額是8800 從A1的固定角19800以上 通通可以抽 推出兩款 超酷的紅包袋 它照這個紅包袋你就很怕了齁 好 OK 照我們的美加電器 我要打卡 然後就會送你這個紅包袋 免費送 那要把握機會喔 送我這邊 好 我們這一次這個長勝的過年 折價券活動呢 每一間店都是數量有限 所以呢 這個會由我來負責 把這一些紅包 現在裝好的紅包呢 分送到全台灣每一間 長勝的分店去 就沒人喔 成功 那以上就是常盛跟我們說今年過年的特惠活動啦 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例如說你不了解這個折價券到底有多少金額的 或者是你不了解這個電動馬上桌是哪些款式 你都可以上常盛電動馬上桌的官網 或者是打電話到離你家比較近的這個分店去詢問你要的資訊 那影片呢 影片到這邊 影片到這邊就是依照慣例 對啊 對啊 這個依照慣例 那我們就來抽獎吧 這次提供了V12的過戰車 還有R8幾寶餐桌款 兩張讓中獎者自己挑選 那選一就對了啦 對 那如果自己家裡面不方便 比如說餐桌不方便 不好擺 需要折疊的話 我們提供你A8的折疊款 還有過戰車的折疊款 折疊對也可以就對了 自然使用的讓你選一家 自然你弄的馬上桌 當成你的獎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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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